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副市长令狐荣达亲自到场主持 并且致辞肯定 所有的团体跟个人 对于推动体育运动赛事的贡献 台中市运动局 也是在推动体育跟运动项目不遗余力 我们就是打造台中市一个酷城市酷运动 典礼一开始 先由台体大体操玉律舞的表演 拉开序幕 紧接着颁发六大奖项 跟一项终身成就奖 给有功的团体跟个人 其中巴马国际公司董事长王文青 因为赞助傅村国小非盘队营养品 以及124万多的参赛经费 获得运动推手团体奖的首奖 巴马国际事业是在台湾立足 我们在这里成功 在这里做好事 那我们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是我们的基本理念 那我们在台湾每一个地方到处去找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就去赞助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所有对台中发展有功的这些体坛的人士 包括我们在今天像巴马国际董事长也在 长期对于基层的运动发展 有大力资源的投入 像刚刚飞团队也到现场 长期都谢谢董事长今天的帮忙 巴马国际董事长王文青说 巴马国际一直以来 长期赞助许多营养品跟健康器材 给台湾许多各级学校 希望能够推动台湾体育赛事 让民众有强健的体魄争取国内外更多体育奖项 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健康跟幸福 记者陈文旭萧朝全台中报道